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被未来的婆婆客中嫌弃 小便坐等应勤妈妈打脸的那一天 观光和谢童当时看起来还不错 只是貌似后面也会出现问题 因为之前小妖精找人调查了谢童 貌似谢童会因为这件事情翻脸 据说小妖精家破产和谢童也有关系 都快大结局了 也会让人手心 还好教医生一直对小妖精不离不弃 这一点还是值得欣慰 总之小编口也很负责地告诉大家 不管现在他们面临多大的问题 等到结局的时候也是完美的 好了 其他的咱们就先不说了 接下来还是一起来看看春帮吧 小妖精在医院看见了谢童 然后给好哥们发去了谢童的照片 顺便让他调查一下谢童的资料 现在小妖精已经把子发出去了 等到镜头切换到对方 他打开手机看到消息的时候 下面只闪失了照片 并没有小妖精发的文字 然后这哥们顺便回复了一句 这是帮谁查的 这时候镜头再切换到小妖精 照片上面又神奇地出现了 小妖精发的文字 因为之前赵医生改装戳的事情 这孩子和赵医生发生了一些不愉快 导致赵医生和小妖精分手 正巧这次小妖精找他帮忙 所以他顺便打电话 道了个歉 他对小妖精说 我知道你喜欢那男的 可是到咱们字幕君 多打了一个哲 证据就变成了 我知道你喜欢那男的哲 我知道你喜欢那男的 小妖精和安迪讨论小蚯蚓的问题 当时安迪把矿泉水放在桌上 瓶盖在瓶子左边的位置 等到切换到下一个镜头的时候 这瓶盖的位置就变了 刚刚还在左边 现在跑到右边去了 可是这画风一转 哎妈 这瓶盖怎么又回到了左边 一秒之后 再一次切换镜头 小妖精的瓶盖又跑右边去了 小蚯蚓发现不下应勤 依着拐杖偷偷保卫医院看她 被赵医生及时给拦住了 等到小妖精去医院的时候 正巧遇到赵医生给小蚯蚓检查 现在两块拐杖是重叠在一起 放在旁边的 等到镜头切换到下一个之后 两块杖就变成了并列放在旁边 看见小妖精来了 赵医生就准备离开 这时候又可以发现 两块拐杖重叠在一起 后来过了一会儿 赵医生又来看小蚯蚓 这时候拐杖又变成分开放了 观观听到同事说 迪士尼很好玩 然后第一时间给血童发了消息 问她有没有空一起去玩 血童收到消息之后 回复了观观一句 不用陪小秋吗 注意她写的是 不用陪小秋吗 等到镜头切换到观观这边 她收到的信息内容却变了 原本的内容是 不用陪小秋吗 现在却变成了 不用陪小秋 带了一个问号 后来观观又给血童说了一下具体情况 然后血童又回复了一句 当时观观收到的内容是 没问题句号 明天起点问号 等到一秒之后 镜头切换到血童 她的乳机上面信息又变了 没问题后面的句号变成了逗号 明天起点从原本的问号变成了句号 你们的问信真牛啊 还自带标点符号修改功劳 看来我这么多年都用了假的微信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看完的伙伴记得点击订阅 也可以微信微博 关注范儿影视 点关注 不迷路 超哥带你上高速 哈哈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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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